你好 歡迎光臨 連接企業來就業 成為可以一條龍完整培訓產業人才 在我們學校深淵漢的觀光系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希望培養的是跨領域的人才 那其實觀光產業這個產業來說 事實上它本來就是多元產業的結合 比如說旅遊啦 住宿啦 餐飲啦 甚至連航空服務 運輸這一塊也是 所以對於我們的系的課程的設計來說 就是讓學生在這個領域上面 有跨領域的能力 所以它每一個環節 在一二年級的時候 都是需要學習的 校方表示 航空機艙空服地勤實境教室的 客艙座椅 區分為經濟艙與頭等艙 都是由長榮航空波音777機隊 所抬換下來的 捐贈給校方作為教學使用 除了客艙座椅之外 因應訓練需求 教室完整配備各項設施 包含了視聽設備 機上餐車 免稅品 救生衣等等 讓學生都覺得好像 就在機艙當中上課一樣 就像是真的打飛機一樣 上課的感覺很開心 我學到了救生衣的教學 還有化妝的技巧 沒錯 在這個教室裡面上課 的確會有一個很真實的 臨場感帶給我們這樣 所以學起來會比較有那個 對 比較有幫助這樣 就是機上的禮儀啊 還有我們學習到的是 各種飛機上的用具的應用力 例如有送禪啊各方面的都有 除了硬體設施 軟體的教學內容 失資也是相當重要 空服與地勤的實務訓練的 課程內容 則是曾經擔任 航空公司座艙長 有20年經驗的 黃伯偉老師規劃安排 包含了旅客報道 航空定位 登機作業 課艙服務 以應俱全 所以我們大概將近也籌備了 將近一年左右的時間 還有現在這個規模 那我們預計可以使用這個機上的教室 讓同學可以直接進 就是在這個地方做一些初步的 或者是比較深入的一些訓練 跟一些航空相關的知識 讓更讓同學可以知道 航空產業的部分 讓他們有更多的能力 可以未來進行到 航空方面的一些領域的設計 曾經在航空夜二十年之歷的 座艙長黃伯偉老師表示 航空機艙模擬教室的實境教學 除了可以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之外 更發揮實境模擬服務訓練的功能 而目前各家航空公司的空服員 地勤人員的訓練 也都採用類似的模擬機艙 進行實境的訓練 而這個教室的建制有助於 學生獲得食物空服地勤的服務技能 並且可以順利銜接到 航空公司的實習與就業 歡迎大家 今天就等一等一等一等